在蜀汉时期,关羽和张飞两位英勇善战的将领因其无意和忠诚备受推崇,成为刘备仗下的中流砥柱。 然而,历史的长河为这两位英雄留下了完全不同的结局,在蜀汉灭亡之后,张飞的后人得以善终,而关羽一门却遭受了惨烈的毁灭。 这种巨大的反差是怎样的原因造成的呢? 张飞的生平世纪显有记载流逝,只知她出生于一个濒临贫困的普通家庭,为了糊口,她不得不以屠宰杀生为生。 然而张飞天资聪颖,又或许是命徒跌宕多奸,历经沧桑,让她见多识广,懂得世事的道理和人情的周折。 她明白,想要翻身改命,单凭一技之长是远远不够的,于是张飞盘算着未来,决心要依靠权贵之力, 一举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,张飞凭借聪慧和手腕,很快就在集市立足,积累了一定的财富。 但她清楚,真正让她飞黄腾达的,并非富克敌国的钱财,而是像鱼得水般的人脉关系网。 于是,张飞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触当地的权贵世家,不动声色间,她已成功与东汉数一数二的大族夏侯氏签上关系。 最终,张飞更是娶了夏侯氏女为妻,这一姻缘为张飞积累了极为珍贵的人脉资源, 也为她后来能在动荡多变的乱世中自保,并最终保全全家性命埋下重要伏笔。 公元184年,当时还只是个卖草鞋虎口的平民刘备来到张飞面前, 畅谈自己要起兵建立一番未来的宏图伟业。 张飞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目前安稳的值千金的生活,孤注一掷决定追随刘备。 其实,刘备此时的处境十分艰难,手头没有钱财物资,也没有多少人码衣服。 许多人都认为她这不切实际的夙愿难以达成, 但张飞却敏锐地看出,这个看似举止轻挑的草鞋小贩。 其实野心勃勃,并且有过人的魄力和手段。 更重要的是,刘备背后还具备汉氏宗亲的光环加持, 所以张飞判断天下将要大乱, 自己若是能依附在这个有可能称王称帝的人身边, 日后必定可以一飞冲天,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。 为了名利场上的一席之地, 张飞豪爽地拿出自己几十年经营积累的全部家当支持刘备, 也正是这批物资奠定的经济基础, 才是身无分门的刘备得以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, 日后建立蜀汉王朝。 张飞的这一投机取巧的决定, 无疑成就了他人生的巅峰, 也让刘备得以实现他的伪业。 关羽与张飞同事出生寒门, 只因家境贫寒, 他被迫习武来维持生计。 后来,关羽为了求得生路, 不得已成为了在逃杀人犯, 四处奔波流浪, 直至投奔刘备, 关羽这才有机会发挥所掌, 找到人生意义的所在, 自追随刘备起, 关羽便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效忠主攻, 凭借其过人的武力值, 他很快在战场上一战成名, 令敌人闻风丧胆, 尤其是在与曹操大军对峙的五官之战, 关羽更是栗战六名大将, 独自斩杀六人, 取得战场全胜, 此意义据奠定关羽无坚不摧的无勇形象, 关羽为人刚烈, 处理事情果决迅速, 他的性格与张飞形成强烈对比, 更为重要的是, 关羽高度的政治意识和中军爱国精神, 使他从不向邪恶妥协, 比如在战乱期间, 关羽多次被敌军首领游说, 要他背叛投降, 但关羽每次都毫不留情拒绝妥协, 因为在他看来, 忠心报国远比投机生存, 盈盈狗狗更具意义, 所以, 关羽选择了与时俱进, 永不改变地坚守自己的信条和底线, 正是这种近乎固执的坚持, 最终让他失去了性命, 也为自己树立了千古不朽的意识形象, 张飞和关羽两人选择的人生道路和立身之本迥然不同, 他们的后代命运也因之而异, 张飞的一生几乎都在精心谋划自己的未来, 想方设法借助权贵之力翻身, 他设想过自己可能惨遭灭顶之灾, 所以事先布下天罗地网般的人脉关系, 试图化险为夷, 然而让张飞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 最终保全了他全家性命的, 竟是这些早已被他遗忘在脑后的人脉, 二三四年, 关羽在与孙权交锋中败走脉城, 被吴军所杀, 仅仅一年之后, 张飞也因布下谋反在一次宴会上命丧皇权, 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 张飞一家后人却很快受到了来自魏国的宽带, 无人敢加以为难, 而关羽的妻儿却在随后被悉数杀害, 这其中缘和弄堂变局, 原来, 当年张飞的夫人正是魏国名门夏侯氏的千金, 而张飞次子张绍的岳父夏侯渊, 更是魏国重要官员, 所以在张飞去世后, 张氏一族便依靠这层殷勤关系, 得到了魏国实质性的庇护, 况且, 由于张飞还娶过魏国公主, 这更加稳固了张家与敌国的关系, 所以, 尽管张飞已生故多年, 然而仗着他生前扑救的人脉王, 张氏后人还是安然无恙, 逃过一劫, 反观关羽, 他在世时刚正不阿, 没有选择讨好权贵, 这让他在敌国心目中留下了强烈的威胁感, 一旦失去刘备的庇护, 官氏一族自然难逃覆灭厄运, 不禁让人问, 张飞与关羽二人命运迥异的结局, 是历史的偶然, 还是必然, 假使命运来一个大逆转, 聪明的张飞因为过于投机取巧而被敌人加害灭门, 正义的官羽却在极度妥协之下苟活于世, 这样的剧情实在有些难以想象, 所以, 张冠二人最后的结局, 可以说是他们一生选择与立身之本的必然结果, 张飞不遗余力讨好权贵, 终究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后路, 而官羽始至不渝, 却也因此葬送性命, 家破人亡, 人心难测, 世事无常,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命运的走向, 唯有在当下谨慎权衡, 方得在这个变化莫测的红尘中求得幸福安康, 张飞与关羽, 两位性情迥异的桃源英雄, 却同生共死于三国风云际会之时, 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最终命运, 成就了这段跌宕起伏的恩怨情仇, 世人感慨万千, 不禁要问, 历史的安排是否太过无情, 时间的齿轮是否过于残酷无情, 但细细想来, 张飞和关羽的人生结局, 又何尝不是他们一生做出选择的必然结果, 历史并无假设, 眼下的情节既成定局, 我们从这出跌宕的人生大剧中, 不妨感悟出生存的真谛, 世事无常, 莫被表象迷惑, 历深之本尚在淡定触变, 这或许就是桃源之谜的终极答案, 所让人终极答案